哥 哥 你怎么来了 顾盛南呢 盛南啊 他说他心情不好 出去旅旅游散散心 怎么 他没跟你说吗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他走得太心急 托我来家里收拾点东西 顺便 把这些没用的东西 清理掉 拍得不错 可惜了 还能够这样子 人家的颜色 要不要用 我可以用这个笔子 但是我给你这个笔子 那条路 我可以用这个笔子 郑红的陆总到了 那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明廷的新任董事长 哥 既然大家都认识 那我们就直奔主题吧 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呢 是帮助郑红集团作为新进股东 进一步地来了解一下 我们明廷的一个大致情况 我们公司三会一层的管理结构 很稳定 独立董事都是知名专家 而且在公司内部 还有非常成熟的风险防御体系 确实是很成熟 成熟的债都还不起了呗 我们公司还会深挖 三四线城市的潜力 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提前布局了 有很多项目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说白了 就是被挤出了一些城市 然后跑到乡下 该泡神了呗 不是 你 陆总 您对今天的会议还有什么建议吗 你 开始吧 不是 陆总 我的意思是 您对明廷的状况 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没有 我散毁了 这 什么意思啊 这个陆婷怎么回事啊 就 也太不把我们明廷人放在眼里了吧 人家都要收购咱们了 还用看咱们的脸色吗 谁告诉你这明廷就一定会是他的了 这不有新的买家给的价格更高吗 这陆死谁手 谁知道吗 陆死谁手 那都是人家的手 咱们就是那只鹿 再说了 你怎么就知道被别的买家收购了 咱们明廷的下场不会更惨呢 陆总 这事 您怎么看 什么怎么看 我就顺其自然呗 咱们不是缺钱吗 谁给的钱多 我 就给谁